大家好 我來為各位介紹這三隻可愛的小貓咪 牠們應該是同一隻貓媽媽生的 突然出現快滿一個月了 算是大隻的幼貓了吧 由於我家裡有一隻很排斥浪貓的貓咪 加上婆婆養的十幾歲的老貓 也馬上要租進來 我這邊已經無法再多養這三個小可愛了 希望喜歡牠們的人可以與我聯絡 真的很希望牠們能夠有一個家 我目前也只能給牠們乾淨的水和貓糧 在狹小的防火巷吹一隻傘 讓牠們不用日曬雨淋 牠們現在都還很小 所以並不太會怕人 很容易就可以建立感情了 我也在想辦法帶牠們去解渣 目前都不知道性別 正在吃飯的這一隻 我都叫牠Sunflower 個性活潑外相很愛互動 躺著的這一隻叫黃黃 我覺得黃黃的顏值非常高 長得很漂亮又很耐看 牠很愛玩玩具還有鬥貓棒 玩的時候會非常的活潑 安靜的時候就很安靜 右邊是黃白 花色是黃白相間 牠很可愛靠近牠 牠的手會一直灰犬 牠們都只是輕輕的打不會痛 個性也很溫馴 而且黃白叫的時候很撒嬌 黃白的叫聲不太像公的 比較像小女生 有沒有 牠們真的超級可愛 希望有想養貓的人呢 可以傳訊息給我 跟我聯絡 目前在研究政府補助結紮的方案 因為我沒有經驗 所以完成不太懂 如果你知道的話 也歡迎你跟我講流程 非常感謝 這三隻小可愛 只有在早上跟晚上肚子餓的時候 才會來我的門口喵喵叫 其他的時間呢 牠們都會在外面走來走去 但是牠們畢竟還是殘逢入宿的浪貓 加上牠們也不是品種貓 所以比較難找到間 但是這種貓跟人的互動反而是最親密的 就算機會有一點渺茫 我還是希望牠們可以找到疼愛牠們的主人 希望這世界的浪貓越來越少 但願這三隻小可愛能夠有好歸宿囉